六年前 幽人神谷的这个风格 以旗鼓还有禅定 就是打坐武术的身体 这样的训练风格里面 用一种比较抽象的方式去诠释 但是那个时候的呈现方法 是没有语言的 演员的身体就是他的台词 这次若玉姐导演 她加了非常多的台词 那开口说话 她更能够表达出演员的心理状态 跟她的情感的表述 那使得观众我觉得 也比较容易理解老庄 所传递的意涵跟精神 为什么我会感到害怕 都在一开始要去做创作的时候 我们明显的是一个戏剧的团体 那么一转眼三十五年来 这三十多年来 一直在琢磨的最困难的就是技术 扎实地以音乐 以肢体为主的这样子一个根基当中 一直一直地这样子磨练 而优在这个时候 注入了故事 注入了情境 而出现一个需要用语言的表达方式 那这个剧场 她就补上了她最后的这块拼图 当然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 这几年优的作品都加入了不少的台词 无形作我觉得让演员有另外一个能力 被锻炼出来 末剧五色2.0 是优要走到了另一个层次的这个时候 我想这个阶段中会有一些挫折 但是她打开了一扇门 我觉得好像一开始创幽剧场 到后来成为幽人神谷 这一条探索的道路 到后来还是一条探索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